HELLO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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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到這邊 今天影片到來靠杯廠商 先說 每次拍這個系列 我都很害怕廠商會找我麻煩 而且我也很害怕廠商都不找我合作 來廠商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我很好用欸 CP值很高 所以 今天就這樣子 來跟大家分享好了 今天要靠杯的產品都在這個袋子裡面 這些產品是我最近自己去自主性購買的 我不知道是吸引力法則的關係還怎麼樣 我每次都吸引到 Not good的產品 所有東西不好用就是跟大家分享喔 唉唷 我今天還蠻野燕的欸 有發現嗎 有嗎 我這樣的打扮會不會太前衛啊 我只是很簡單的一個背心喔 OK 廢話不多說 直接看第一個產品 來第一個 我真的有點最近人不起 這個牌子我自己很喜歡 我跟他們品牌的關係不錯 它是尼盡斯的玻尿酸保濕認責霜 長這樣 可能是因為最近季節性的關係還怎麼樣 I don't know 我的皮膚就是乾 一乾我就發現我的保養品要換了 因為不可能這一組保養品一年四季都這樣用 一定會因為皮膚狀況季節狀況 稍微替換一下 所以我就去藥妝店買了這一瓶 試用的時候想說 嗯 沒有什麼味道 我喜歡 買回家唯一擦 它主打保濕認責 可是它真的擦起來很乾 剛開始我試用第一天的時候想說 可能是最近換保養品 要習慣一下 我還是要安慰自己喔 結果我總共給它三次機會 事實證明 它擦上去那個瞬間感覺很保濕很水潤 可是過了一分鐘你皮膚會很緊很乾 然後再摸一下自己的臉 你就會發現 你需要再擦別的 它一瓶賣850塊 我這邊奉勸各位 如果你皮膚裡面有850塊這個銜簽 麻煩請直接給我 不需要買這個 欸 沒記憶事不要傷心 我攻擊了值這個產品的本人 值這一瓶 你們的品牌是很好 OK 今天必要的產品 是這一瓶 必優式的全校復活深層去角質凝膠 我盒子還留著 啊 事情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最近有去角質的習慣 所以我就去買了去角質 Anyway 我買了 拿回家試用 它的去角質跟我想像中去角質不一樣 它很像一個乳液 我起初想說 欸 試試看 就擦個嘴唇 我就一擦的時候 發現嘴唇沒有什麼效果 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喔 噢 噢 I can't believe it 這個味道我真的會想吐 我今天不管它的功效怎麼樣 你的味道 可不可以把關一下 很臭 很塑膠味 I don't know OK 最後要的產品 是大牌子喔 這一個 Armani的唇膏 這個色號是400 嗯 我就直接試用給大家看好了 剛開始發現擦上去蠻美的 但是懂唇膏的人 平常有在擦唇膏的人 他沒有透露出任何一點訊息告訴我說 他已經吃進我嘴巴裡面了 他就是停留在我的表面 我沒有在跟你誇張 我消敏一下 雖然有些人想說 這也不是什麼缺點 可是 Hello 他是 Armani 他是 Armani 他是大品牌 我接受任何一個開架式 別的品牌的唇膏都不會像他這樣子 這麼會脫 又這麼會掉 我最不喜歡他有一點就是 擦的時候他會游移 我哏得輕輕的只是這樣子 等一下而已 他馬上就跑到嘴巴的周圍 我就要再花點時間 把它擦掉 你是大品牌耶 你要加油 不過值得稱讚的一點 他們家logo做的蠻好的 要稱讚的話還是有啦 OK 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三個我覺得近期 I don't like 的產品 先說 這只是個人的主觀使用心得 如果你還是想買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買 自主意識還是要有耶 欸 最近還是有心情跟大家分享喔 最近的心情也有點越來越 在成長 所以你們看我有一點成熟 不要懷疑 所以 可能跟以前有點不一樣 I don't know M的 新的一年 我的工作量也會越來越多 最近有一些蠻大的計畫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而且我會變得越來越漂亮 OK 這就是這些 快給小燒影片 希望你們喜歡 OK 影片小燒影片小燒影片小燒 Bye Bye